我看到他把臉展開啊 就看到他們還是會覺得怎麼可能 為什麼有搶先一步對不對 而且詠傑怎麼已經幸福到 就沒有毛病可以挑啦 而且還懷孕有沒有 又要生第二個 有完沒完 算多幸福啊 快完了...結束這一個 妳現在生孕是幾個月 七個多月了 七個多月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怎麼平成這樣 有啊 真的有啊 妳想把小孩壓死嗎 妳怎麼搞的 喘口氣還不好有 妳是不是綁束褲啊 真的沒有 又見妳沒有肚子啊 有啦 妳沒有 妳還有腰味 人家普通正常都沒有腰味 而且很過分 其實自己在家穿很久的衣服 但是死都要覺得 妳看 就七個多月 我可以摸一下他嗎 可以啊 妳摸摸看 真的有生孕嗎 硬的 很小 因為妳的身高真的不成正比 硬的啊 很硬啊 常常做夢到我生小孩耶 真的嗎 可是妳的個子大肚子會好看嗎 我是沒想那麼多 我只是夢到我生小孩 然後就生了一個 然後還有一對雙胞胎 然後長得都不好看 然後是惡夢吧 對 然後在夢中 我就看著我三個小孩 然後一直想說 好醜喔 怎麼辦 所以我醒來 就有一點害怕 我的小孩長得不好看 如果剛生出來呢 長得像爸爸沒有關係 他現在越來越像我了 真的嗎 真的 那我就放心了 妳不要這樣 妳不要這樣 她爸爸在家裡看電視多何感想啊 對啦 她當著 她就這樣看一看啊 就看娛樂新聞看一看 就說 完了 像爸爸 我老公講 我老公就馬上衝到鏡子前面 就說小孩子在說什麼啊 我明明就長滿帥 小孩子在說什麼啊 對 她老公是長得人很好啊 好重 很重 真的 就是一定要這樣嗎 婚下照一定要這樣 不要這樣 這樣長人太好了 等一下 這一張 妳是不是看人很好啊 這一張人很好啊 對啊 這感覺很喜歡扶老太太過馬路啊 不可能是一個可惜賴的保險業務人 沒錯 妳說我長得沒錯嗎 結果小孩子就長這樣子啊 女兒長得跟她一模一樣 很像 真的很像 那怎麼辦 可惜 怎麼辦 怎麼辦 她還是我的寶貝 對啊 好可愛喔 我犯到這一來 我犯到這一來的原因是因為 妳今天擺了一個女流氓 女流氓的女流氓 女流氓 我覺得新娘不需要豪邁吧 其實妳學她這樣做 妳學她這樣做 她就 哪有人叫呼叫 不是一個新娘 該擺出來的姿勢啊 妳怎麼擺出這個姿勢啊 妳乾脆還掉根菸蒜呢 我知道了 她只要推腳 她就過來撒西巴拉 而且我還耍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 我就覺得我 就 就像說有一個 為什麼還在耍狠啊 有一個上班族被勒索 然後大姐頭在這邊等贖金的感覺 對不對 然後人家說 妳要不要娶我 妳不娶老娘 試試看 好 因為我是巨蟹座 我就是 從小就會想到說 小孩啊 當太太啊 我的媽 我上身是巨蟹耶 然後妳就很想要那個 然後我的精心在巨蟹 所以恭喜妳 妳快了 因為妳馬上就變歐巴桑 這樣 什麼歐巴桑啊 歐巴桑 誰叫歐巴桑啊 把她都收回去 毒性大力 像歐巴桑 對耶 很貴重 很多新年級 這也比不上我的魅力 我都想要 我們要哭人 年輕要算什麼 主席又會賺錢又會顧家 是妳一樣 好啦 妳自己那麼 不要動得開氣 我自己跟他坐下 嚇死人了 一群我爸掌聲的樣子 這邊這一套婚紗 其實是我們最近幫一個 來我們店裡的新樣子做的 天啊 他一定是嫁入豪門吧 他是很不錯的 就是老公非常疼他 就是他想要什麼 我不確定他們是不是豪門 但是我知道他老公 應該是他老公都開 各式各樣的跑車來 就每一次來 這個可能是賣顏酥雞的吧 顏酥雞有可能開大輛跑車啊 也對啦 我爸一個朋友就是買顏酥雞 賣到買別墅 可是啊 所以 對啦 顏酥雞每天現金都賺很多 我沒有討論顏酥雞 賺到嗎 家老公很疼他 他老公非常疼他 然後就訂做了 其實這是全部上面這個馬甲 全部上半身都是用 是華樂士奇的水鑽做的 他強調整個層次跟立體的效果 所以這套婚紗 被那個女的穿過之後 我們其他女生就不能穿了 可以啊 可是這樣就跟他一樣耶 就是你也可以 你自己心目中想要訂做的話 也可以 請問很貴嗎 這套滿貴的 多好 這套六十萬 六十萬的意思說 付給你六十萬他才能穿 還是他可以買回家去放著 他可以買回家啊 等於說這件禮服 會被那個貴太太收在衣櫥裡 他可以傳給他女兒啊 所以現在如果你得不到這一套 你就拿醬油潑他就好了 你真的是可以的啊 目前這兩件是怎樣啊 我六十萬 哪醬油潑 他也穿不到啊 他也心情不少 對啊 這六十萬對我來說沒 因為是那個人要穿的啊 對啊 先踩一個鞋印上去好了 你不要那麼小氣嗎 又不是妳要穿的 所以我也可以自己在家畫設計圖 然後叫你們幫我做是不是 可以啊 沒問題啊 可是他想要露三點耶 其他都很保守 但三點全露 創業最久的是佳永潔嗎 妳的婚紗 應該是我 然後妳九年 九年 那個是婚後才發生的事情 是 那個是... 應該說整個的念頭跟想法 是我跟我老公 在拍婚紗照的時候 然後我老公就忽然說 那時候我在化妝 我想說就... 反正就像藝人平常要拍照一樣 就去化妝 然後我老公就忽然這樣 東看西看... 然後就開始 東問人家一些事情 西問人家一些事情 然後就說老婆 我覺得 這個行業應該是妳可以做的 就是妳跟妳老公 一起做這件事嗎 不是妳一個人 應該是說我 然後後來當然還有我的夥伴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一些... 那時候只有大概一兩個同事進來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 做前置的作業 但我老公就是在後面很機車啊 就是跟現在照我運動一模一樣 他就會在那邊說 那提案呢 妳的SOP是什麼 然後我根本就聽不懂 就是想說 妳現在是在...在鬧我嗎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當然是說 我們要做很...比較高價位 然後品質很好的 然後他就說 就是會...他會丟很多的問題出來 然後當我們一開始 當然幾個女生就是夢想會比較大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發表一些很機車的 就說你們自己說 你們高檔就高檔喔 就是你們...就是會講一些這種 做的貴婦為什麼會有動機 要這麼累 對 可能就是很怕被老公嫌棄說 妳怎麼每天就是當貴婦吧 佳蓉姐也是這樣嗎 我其實不是耶 我是... 我覺得我是真的覺得說 其實女人有一個自己的事業 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當然要賺錢啦 當然要很開心 可是妳這個事業 是妳老公幫妳出的想法耶 本來妳人生沒要走這場桌子 她剛剛講的那句話 可能是她先生跟她講的 就女人家是事業 因為她不是應該很忙嗎 她很忙啊 她當媽媽管小孩子的事 然後她又創業了 然後現在她又... 她用這個書來告訴我們 就是她做了一個超級運動員 沒有 這是... 這本書是從我一開始 只是一個連六公里都跑不到的人 然後慢慢...進化成現在... 六公里 那時候已經很多了 就是其實那時候是跑不到啊 我第一場比賽是六公里 然後那個時候六公里的時候 我就說不行 我會死掉 因為我平常只跑兩三公里 就是一開始只是這樣 然後跑完了那六公里之後 就忽然腎上腺素很發達 然後腦內飛就是整個很High 然後在那個時候 我老公就說 那我去幫妳報名三帖 妳現在參賽 已經參賽到哪一國去了 我之前是到紐約 在紐約比三帖 然後我老公接下來 紐約完了之後 他又報名了東京的馬拉松 然後他真的給我去報名惡魔島了 妳知道惡魔島 電影的那個惡魔島 我不敢相信 都是妳 他老公叫他去遊惡魔島 那個比賽叫做逃出惡魔島 其實他老公我被婚姻有意思 他直接跟他砍一砍 妳老公想殺妳啊 我說妳就叫他選一個輕鬆你的方法 妳有沒有真的靜下來 問過妳老公他到底想要追求什麼 他看到我有這個能力 然後他自己也很喜歡 所以就變成是夫妻一起 可是講真的 妳老公把妳派去逃離惡魔島 他有沒有想過 萬一妳就會在海的中間 就淹死了怎麼辦 我跟他很過分 我每次都問他 我就說 萬一我淹死怎麼辦 所以妳要練啊 我說可是如果這個 真的是 超出我的能力範圍怎麼辦 他就說 那妳就練更勤快一點啊 就是永遠都在... 永遠都在那裡 一直不讓我撞槍 對 然後我就說 可是萬一我真的... 不行的時候怎麼辦呢 然後他就會說 沒關係 我都會在妳旁邊 妳得到的最好名次 是在哪裡得到的 其實那時候還滿幸運 那時候是在台東的第一場 我參加半程的三帖 然後那時候就第五名耶 我真的要哭了 然後我還馬上立刻傳照片 有學習提前說我第五名 我居然上台了 第五名很驚人耶 很厲害 我覺得那真的就... 就真的很不可思議啦 我覺得 而且那時候 我跑那一場的最後 是我老公 他手都已經... 那時候剛開完刀 然後手都已經斷了 骨頭裡面整個都已經斷了 而且後來還發炎 妳先生嗎 對 他還跳... 你們夫婦到底在過什麼生活 他摔車把他手摔斷 然後居然我在跑最後衝刺的時候 他從會場 他就直接從觀眾的那個區域 跳到...跳到那個跑道的中間 然後他就說 快 我知道妳不行了 但是妳要跟著我的腳步 妳跟著我的腳步跑不可以停 然後我就已經快要不行 但是我就看到他手都已經斷了 然後還背著... 還背著那些小孩的東西啊 水壺啊 裡面東西很重 我知道 因為那是我整理那個包包 而且他們兩個明天要去當傭兵 然後他在前面逼我跑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我就跟著他這樣 跑進終點 賈妍姐 妳聽說他騎腳踏車 然後用臉去刹車的時候 用臉去刹車 用臉去刹車是我老公講的 我老公說 一聽到他摔傷的時候呢 他就立刻留言給他 他就說 學習弟請你不要用臉刹車好嗎 像我老婆用下巴刹車 這一招他練很久了 妳用下巴刹過的時候 我是用下巴刹車啊 反正我們都已經知道 她老公已經用各種方法 試圖要殺賈妍姐 對 然後下巴... 她很難殺耶 她這個死不了的老婆 死不了的老婆 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妳不應該寫這個書 妳應該寫 為什麼我殺不都殺不死我 對 因為賈妍姐用下巴刹車那一次 也是她老公就是你知道 精心策劃要殺她 可是她也逃過一劫 對 她買了一台新的腳踏車給我 已經試圖動過手腳了 然後那一台是一台新的 然後它是一台計時車 跟我以前騎的公路車是不太一樣 其實它就是重心不太一樣 對 重心比較一樣 它重心比較高 然後重心又比較前面 就是要更凹是不是 對 要更凹 要趴得更低 所以速度不可以慢 它那等於一直要衝了是不是 它速度要快 反而平衡感會比較好 那你速度如果慢下來的話 它就會變得比較...會比較容易 那它的腳是可以鬆出來的嗎 還是說是被卡在... 我也是穿卡鞋啊 卡在上面 那很恐怖耶 對 而且重點是因為 我人就比較高了 卡在那個腳踏板上 下不來 其實我那一天是摔出去的那一剎那 因為衝撞力太大了 所以我整個已經脫卡了 我就已經砰 然後砰 整個人摔下去 然後摔下去的那一剎那 我就整個下巴這樣 整個刻在地上 很大力 然後我心裡想說完蛋了 我下巴應該已經炸開 反而骨頭碎掉 它那個路是很斜還是平的 是平的 可是因為我忽然之間就覺得說 沒想到我可以駕馭這一台車 然後我就其實速度有一點快 但是有一個90度的大彎在前面 可是我要過的時候 剛好對面來了一台車我沒看到 那我為了要閃它 對面來的是腳踏車 也是腳踏車 因為我在河濱公園啊 然後我就要閃它 河濱公園就是妳去的地方嗎 我也是河濱公園 好危險 好可怕 然後我就閃它 然後就整個人 我已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人就飛出去 對面那車是妳先派來的嗎 那本人是 有可能耶 對啊 你也會想問的人生啊 有很多線索耶 然後一回去查一下 我身後背了多少保險 所以對面來的那個人 有停下來救妳嗎 完全沒有耶 我第一次碰到這麼冷血的人 我當時就覺得怪怪的 應該就叫他派來的 他不方便救啦 因為他真的... 因為車友其實通常都會 互相照顧對不對 一定會的 他們就會停下來說 妳有沒有怎樣 因為通常我們 如果碰到別人摔 我一定會停下來幫忙 可是他居然瞄了我一點 然後用很快的速度就騎走了 可是妳老公咧 他當時不是騎在前面 他故意騎很遠 他已經消失了 他要離開四方線 然後換衣服再騎另外一條更 真的 請教一下騎腳踏車的時候 不需要戴安全設備嗎 我有戴安全帽喔 可是下巴部分呢 下巴沒得救啊 下巴就是因為我們的帽子 不是那種 像小朋友還有一個 保護下巴的那種有沒有 可是我們就只是一個環扣 扣在下面 妳可以去戴那種拳擊的那種 保護那個 還有牙齒 對... 然後我就說 妳為什麼要用下巴去煞車呢 然後我碰到她的時候 因為我整個車也摔爛了 然後我鞋子也掉了 然後我就很狼狽 可是我真的覺得太痛 我不敢看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就牽著車子 然後沒想到 真的怪怪 她為什麼會在20公尺處等我呢 真的嗎 真的嗎 妳怎麼還站得起來 所以妳說她表情是什麼 她就說 妳嚇到吧 妳... 妳怎麼會還拔得起 沒有...她說妳怎麼摔不壞 她說妳怎麼... 她說老婆 因為我會... 我是有點用哭的說 老公 我又摔了 她說怎麼... 怎麼會這樣 怎麼... 然後我就說我下巴 你看我下巴有沒有怎麼樣 真的很痛 我是下巴整個著地 然後她就說 妳下巴好長喔 然後妳怎麼都摔不壞 合理的推測 妳們騎腳踏車的時候 就是會臉著地啊 摔傷怎麼可能會這樣 她也推測沒有人會... 其實老闆說真的沒有人 因為摔下去一摔會擋 沒有 通常是 其實大部分摔的人都是肩膀 肩膀會去... 我跟妳講 除非... 會用肩膀剎車的人 除非他是成龍或是成家班 下巴長 不然 我跟妳講 那個在摔車那一秒 妳根本不可能就在想說 我還要怎麼樣 或者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 那重點是 到底有多快速度會摔成這樣 因為當時她老公就說 妳騎腳踏車一定要戴安全帽 我說可是我騎的是小折 而且我在河濱公園 慢慢悠閒的騎 有什麼好戴安全帽的 可是因為當時 我有跟我另外一個女性朋友 一起騎嘛 然後我就很調皮的 跟她稍微就是有點小尬恰 結果她快一下 我快一下 她快一下 我快一下 結果最後一次我想說 這一次我一定要贏 我就真的再稍微加了一點素 就在加素的途中 就莫名其妙 就真的變很快 然後我就好害怕 我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腦筋就一片空白 然後我可能就同時按了煞車 對... 然後按了煞車 按了煞車之後 她那個腳踏車喔 就很沒人性 她也不是這樣子 她就是停下來 然後妳就沒辦法 妳只好就飛出去 而且飛的途中 妳也沒有任何的時間 多想說我要以什麼姿勢著地 妳就只能... 就... 妳就下去了 妳真的有感覺到...那個然後 就像... 就像我們打水票那樣的 對 然後我就趴在那邊 然後因為我老公其實在我前面 然後我啊了一聲 然後我想說 一定要看旁邊的人反應怎麼樣 才知道自己多嚴重 然後我老公就這樣轉過來 他就說 我的天啊... 他已經嚇死了 妳躺在地上 就已經會用舌頭check了 對 然後也沒有哭 妳就只能想說 等一下 反而要吃嘛 那個火鍋現在也吃不了了 然後一直叫救護車的途中 還有一段時間 我老公就說 然後我就說 我... 我跟你講還好有拍照 不然他就懷我老公家暴 在紅瑜方面打我幹嘛 沒有... 我們收到的版本 是打完妳之後 再幫妳搬到處理 喂... 我們收到的版本是這個版本 真的 所以那也是妳老公 比較想殺妳的 而且妳知道旁邊的人 真的很沒人性 因為我進醫院之後 就開始那個 因為大醫師不是來幫我代辦 我就趕快PO了說 我摔傷的那個照片 然後新聞台就知道了 然後偉忠哥就立刻打電話 給我經紀人 然後就說 Joanne 發生什麼事 然後Joanne就說 就騎腳踏車摔傷還滿嚴重的 對... 然後偉忠哥竟然說什麼之後 她說Joanne 講真的 醫生是說 還在那個縫線當中的時候 盡量不要刺... 不要用刺激性的食物跟酒精 妳聽得出來他有點卡 可是如果已經拆了一件的話 就比較沒有那麼嚴格的規定 兩週 差不多 所以那兩週當中 有覺得人生很無趣嗎 有啊 沒有... 就是覺得怎麼會這樣 可是那兩週不喝酒 我覺得身體變得還滿清爽的 可是有感動到說 那就從此就不喝嗎 也沒有 因為還是會遇到很多那種 愛喝酒的朋友來探望妳啊 像誰 家用姐 她很好笑喔 她第一個禮拜 就好像事情發生了第二天 因為原本我不知道會這麼嚴重 後來我聽說好像很嚴重 我就立刻... 我記得我那天也是 來上康熙完了之後呢 我就立刻跟她微信 我就說西蒂 妳是摔得很嚴重 我說那我要去看妳 然後她就立刻回我說 嬌姐 妳不要來 就講話 然後她說 我現在真的很不想要看到你們 不清楚 我小孩可以週末去住妳家嗎 我說好啊 妳都摔得這麼嚴重 可是我們到第二個星期 我又去看她 然後又去把小孩再帶到我家來 那妳到底知道 看她的時候我們就... 因為她來看我 她本身就是一個摔傷大師 我就說妳當時摔成這樣 過程中妳有沒有喝點酒 她說喝點酒是沒關係 我說真的啊 那趕快來喝吧 所以兩個人就茶酒言歡啊 然後討論說其實叫小星啊 到現場 我們可以處理哦 那 quero點瑞